字幕志愿者 班農先生 各位親 household 大家好 我是劉世琳 歡迎在這裡再次經濟 1948年, 十二月七十年 聯合國統貴 对世界人权专业 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日 全世界国地人权已经得到公大发展 人权两只不但生为世界的普世计划 也许全球的普通大众 无传无学的人生存发展的普通 但是回顾台湾的过期 六十几年以来的民主人权发展 一路走来 靠近血液斑斑 一旧四十年发生日日八十年 世上无所 去后 丐业与白色恐怖 原色四十年 一旧七旧 夜中是三十三年前的十二月七十 国民党为了 阿伯对求自由民主的当国人事 制作了完往必参 国际关切的美女都受惧 去后 随着台湾人民的角色 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当国 力量快速成长 拯出民主自由 人权的浪贴越来越大 以后 当国人事 在尹山大变点 宣布成立民主党 白首国民党政府 不得不愿意对政治改静 终于在 一旧八千年改静改静 开放冬金布金 让台湾的违困政治 特别拯向民主专行 甚至台湾 日后的万年国会改选 总统在选 和政党认退 说完两千 民政党接政了后 积极推动民主的侵华和共和国 比如说 大都开放 人权自由和新闻自由 推动动政官推出媒体 入室 行政党立 经理党立 和国家法 制定公民投票法 并基本公民投票 政党认保障人权的改静 但是日后恐怕 国民党政党接政了后 不但 反塑 民党自由 抑郎 独裁者 作动专行政医 干涉修法 改变民主书官 回归民族书官 一项一项 侵蝕到台湾民主和人权的进步 成果 马政府正来了后 国家机构法部的台湾国航人权指标 成绩一年不足一年 证明马政府人权保障方面的倒退 影响的产民包括 事实正义 作文兵典 停止民主 路主兵典 环境保护 以及 新闻自由 顶顶 已经对台湾的民主人权 造成非常大的胸害 为何人权 是现在 跟未来 全球人类 文明发展的主流 面对到这种枯械 马政府究竟 要为台湾留下什么 面对台湾人权 倒退路 新为国家主人的我们大家 应该要预认 面对处理 这间接着 我们要把国家带在哪里去 以后我们要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有关 说到这里 我相信 台湾人民 绝对有最好的地位 让台湾早一天 生为一个真正的人权国家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